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来给大家讲解 React中虚拟DOM的DIF算法 大家一看可能觉得DIF算法 涉及到算法的内容会比较的复杂 实际上这节课我不会讲很复杂的算法内容 我会简单的给大家对DIF算法做一个介绍 好,打开之前我们写的一个小文档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React里面虚拟DOM,真实DOM 当数据发生改变的时候 页面跟着变化的一个逻辑 我们来看啊 数据模板这块不说了 然后呢生成一个虚拟DOM 再生成一个真实的DOM 这块大家都能理解 我们再看 State发生改变 数据呢和模板会重新生成新的虚拟DOM 紧接着第七步是我们重点要讲的一个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七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 我们干什么 我们比较了原始的虚拟DOM和新的虚拟DOM的区别 那么我们要做两个虚拟DOM的比对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在比对的过程之中去思考一下 两个虚拟DOM 也就是两个GS对象应该如何的被比对 那么这个虚拟DOM或者说GS对象比对的方式 我们就把它叫做Dif算法 大家来看 之所以叫做Dif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的全称叫做Dif 也就是它在找差异 Dif算法在找谁的差异呢 在找原始的虚拟DOM和新的虚拟DOM之间的差异 所以这个比对的过程之中 我们会用到Dif算法 或者说React底层会用到Dif算法 那我们就一起来简单的说说 在做虚拟DOM比对的时候 React之中Dif算法做了什么样的逻辑 好 实际上React的Dif算法大大的提升了两个虚拟DOM之间的比对性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大家想一下 虚拟DOM什么时候会被比对 大家翻看上节课 我总结的文档 你会知道 当数据发生改变的时候 虚拟DOM才会去做新的比对 那我们说什么时候算是数据发生改变的呢 要么你改变了State 要么你改变了Props 其实Props的改变 也是因为它副组件的State发生了改变 所以归根到底 大家应该想清楚 什么时候数据会发生变化 其实都是你调用SetState的时候 数据才发生变化 然后呢 虚拟DOM才重新的比对 那么呢 我们在说虚拟DOM之前 先说说SetState这个方法 之前我给大家讲过 SetState实际上它是异步的 那为什么是异步呢 实际上它是为了提升React这个底层的性能 那假设我连续调用三次SetState 变更三组数据 那么大家想页面会怎么做 或者说你的React会怎么做 我们想呢 React可能会做三次的虚拟DOM的比对 然后呢更新三次页面 但是假设这三次SetState 调用的时间间隔非常的小 这样的话会比较浪费性能 那React呢怎么做 如果你连续调用三次SetState React呢可以把三次SetState 合并称一个SetState 只去做一次虚拟DOM的比对 然后去更新一次DOM 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省去额外的两次DOM比对 带来的性能上的耗费 好那讲到这里呢 我就给大家先点出了 为什么React里面SetState 要设计成一个异步函数 它的设计的初衷 本质上是为了提高React底层的一个性能 好那么我们来看啊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React的Dif算法 Dif算法指的就是两个虚拟DOM 在做比对的时候 它的一个算法 那这个算法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同级比较 我们来看这张图啊 左侧是一个虚拟DOM 当数据发生改变的时候 右侧呢 又会生成一个新的虚拟DOM 然后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两个虚拟DOM做比对 找到差异之后呢 去更新真实的DOM 那在做比对的时候 它会怎么比呢 实际上它是同层的比对 那首先呢 我会比较低层最顶层的这个虚拟DOM 节点看它俩是否一致 假设它俩一致 我再去比较第二层 那假设这个虚拟DOM比对的时候 低层它两个虚拟DOM节点不一致 这个时候会怎么办呢 React会这么做 React就不会再继续往下比了 它发现呢 你低层DOM 其实是有差异的 于是怎么办 于是它把原始页面上的这个虚拟DOM 对应的下面的所有的节点的DOM 全部都删除掉 重新生成一遍 这个节点下的所有的DOM 然后用重新生成的这些DOM 替换原始页面上的DOM 也就是它只比对一层虚拟DOM 它发现这层虚拟DOM不对的话 那下面不会再比了 整个就对原始的DOM进行 全部的替换了 好 这么做大家可能会想 性能上不是很低吗 怎么会提高性能呢 比如说我低层的这两个节点不同 但是第二层的这些节点完全都相同 那如果我们这么去比较虚拟DOM 岂不是下面的这些节点都没法复用了吗 确实是这样的 虽然呢 这有可能造成一些DOM节点的这种 虚拟的浪费 但是 这种比对 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说 同层比对 带来的好处就是 它比对的算法非常的简单 我只要一层一层的做对比就行了 算法简单 带来的好处就是 比对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所以呢 它虽然可能会造成DOM上的重新渲染的一些浪费 但是呢 它大大的减少了两个虚拟DOM之间比对的这种算法上的性能消耗 所以呢 react里面采用了一个同层的虚拟DOM的一个比对的算法 这点呢 大家在初学的时候可能也是不容易理解 那也没关系 你呢 这块记住什么就可以了 记住 react的虚拟DOM其实是同层比对的 我们来看这张图 假设我有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包含五个数据 然后呢 在页面第一次渲染的时候呢 我呢会把这五个数据呢 映射成五个虚拟DOM节点 生成一个小的虚拟DOM数 也就是上面我鼠标画的这个区域里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虚拟DOM数 接着呢 我又往这个数组里增加了一项内容 于是 数据发生变化 我们会生成一个新的虚拟DOM的数 然后我们会做两个虚拟DOM的比对 也就是上下进行比对 那么如果 我们每一个虚拟DOM的节点没有一个K值 它就没有一个自己的名字 当我们在做两个虚拟DOM数的比对的时候 节点和节点之间的关系就很难的被确立 比如说 第二个虚拟DOM数上的这个节点 到底是和上面的这个节点相等 还是和右面的这个节点是一个节点 你很难做判断 所以你得做两层循环的一个比较 这样的话比较起来就很麻烦了 当然呢 也会比较好性能 那我们这么想 假如在做这个虚拟DOM节点的循环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每一个节点起一个名字多好呀 比如说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ABCDE 我们给五个节点起了五个名字 那比如说在第二次循环的时候 我们有六个节点 但是我们知道 以前的ABCDE 依然存在 它还叫ABCDE 我呢 又增加了一个节点 叫做Z进来 于是这个时候比对就很简单了 虚拟DOM的比对 会根据K值做关联 我A马上就能知道 也和以前的A做这个关联 发现他们呢 其实一致 那就可以复用了 B呢 也应该是一致的 C也是一致的 D也是一致的 E也是一致的 那只有Z不同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快速的建立起关联之后呢 只要把Z增加到这个DOM数上就可以了 所以呢 它极大的提升了虚拟DOM比对的这个性能 当然大家要记得 如果你想提升性能 建立在一个前提下 什么前提 也就是 之前虚拟DOM这个数上的ABCDE 到了新的虚拟DOM数上 它的名字 依然还叫做ABCDE 那么我们就说 为什么在循环之中 我们说K值不要是index 因为如果一旦K值是index的话 你就没法保证 在原始的这个虚拟DOM数上 它的K值和新的虚拟DOM数上的K值 一致了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打开之前我们的to-do list 我们在这里增加几个内容 A B C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 页面上会有三个内容 A 现在呢我们在做循环的时候 大家来看 当我在做to-do item循环的时候 K值用的是下标index 那么A值对应的index应该是0 B值对应的index是1 C值对应的index是2 好了 然后随便我把A删除掉 大家来看 这个时候页面上重新渲染了 那么只有B和C 现在B的K值变成了什么 B的K值因为重新渲染 你用什么做了下标啊 大家来看to-do list里面 你用index做了下标 所以这个时候B值的K变成了几 变成了0 C值的K变成了几 变成了1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 原来的时候 B的K值是1 现在你这个B的K值是0 所以以前的B和现在的B 就没法直接建立起关系了 你这个K值就不好用了 这就是我们说 你用K值做index的一个问题 它会导致K值不稳定 也就是说之前列表中B的K值是1 你现在列表中B的K值是会变化的 那这样的话 这个K值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了 所以我们说不要用index作为K值 那用什么作为K值比较合适呢 大家来看 我们可以就用这个item来作为K值 好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重新去讲解这段代码 刷新 我数一个A 数一个B 数一个C 这个时候我们来写一下 A标签它这个时候的K值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K值也是它的内容 所以它的K值是A B标签它的K值是什么 是B C标签它的K值是C 好了 接着我做一个操作 我把A删除掉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时候页面上的一个情况 B标签对应的K值依然是什么 B C标签对应的K值依然是C 于是B标签和新的B标签 也就是原始的虚拟DOM上的这个B 和新的虚拟DOM上的这个B 保持一致 它俩就可以建立起正确的关系 C也可以建立起正确的关系 那么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就好了 直接把A删除掉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样的话 使用一个稳定的内容作为K值 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大家千万记得能不用index做K值的时候 一定不要用index做K值 好 最后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节课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 首先呢 我们讲解了react之中setState 它的一个底层的性能优化 它可以把多次setState结合成一次setState 减少虚拟DOM比对的次数 好 在虚拟DOM比对的时候 会有一个同层的比对的概念 也就是说DIF算法 比对两个虚拟DOM差异的时候 它会逐层的比对 如果一层不满足匹配的要求的话 那下面的它就不会再去比对了 直接就废弃掉 用新的替换掉老子就可以 这样的话会提升这个性能 好 再往下 我们讲了K值的一个概念 我们讲了为什么react之中 在做列表循环的时候 要引入K值 那实际上它是为了提高 这个虚拟DOM比对的一个性能 然后我们讲了K值要保持稳定 在项目之中 能不用index和K值 一定不要用index和K值 因为它的K值是不稳定的 好了 这块它和虚拟DOM里面的 DIF算法有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我们说 同层比对和K值的比对 这些比对的方式 都是DIF算法中的一部分 那我们只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其实就够用了 这也是在前端面试之中 经常大家会被问到的几个问题 可能有的同学呢 依然会说 诶 这块东西实在太难了 不太容易消化 这也是正常的 但是大家不要担心 这块内容呢 和后面的内容 不会有太大的关联 因为它是偏底层的东西 你不用担心 后面的课程学不会 之所以讲这块的内容呢 是希望大家从底层去了解react 我们说学习一门框架 不能只会去使用 你还要去往深里去钻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加油 我们就讲到这里